就会是什么?就会是空照图 然后切换到那个空照图 有没有?空照图 但是你会发现它会有点比较慢一点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地图是所谓的离线地图 离线地图就是说 它要从网路上Google Map的server 去抓那个图一块一块的把它拼上去 才会显示出正确 这个地方再跑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这块有点跑 另外除了说这块有点跑不太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实际上这个部分应该是 重新摘一下 另外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我最近在玩新的功能 新的功能就是说除了这个 旁边这边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有个地球 也就是说本来只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卫星模式 一种是地图模式 另外它又多一个地球 这个地球是什么用途? 你们点下去之后可以发现 第三种模式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什么呢? 欢迎使用MapsGL 这个所谓MapsGL其实就是 所谓的3D的地图 那不过呢 它必须要下载什么? 下载那个Google的 这个Google 20的一个套件 Google 20的套件 那必须要把这个地方 把它安装起来 那这个我在家里是有玩了一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套件安装起来 安装起来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2D的地图 就会变3D的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这个地图整个你可以从天空鸟看的角度 可以看到整个地平面的所有一切 而且每个景物都变成3D的 而且还可以有配合接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还蛮值得各位去玩玩看 这个部分是3D的地图 那这个功能 在手机上面一样适用 也就是说将来 我们手机上面 也可以变成3D的地图 这个部分我想是 对 对